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0月2号周五TGI Friday 也是国内的国庆假日 祝大家假日愉快 昨天大家也知道这个川普助手确诊 然后他检查也确诊了 那这个消息确实让市场这个是突发性的一个消息 对吧 但是我们看到并没有影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这边我也希望健康的人继续保持健康的这个习惯 希望大家一直健康下去 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也不要气雷 反省一下修正一下 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就是这样子 只要你愿意相信资金流 市场就会变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科技的资金流一般般 一般般大科技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的Vault是向下的 但是传统板块你敢信 今天传统板块开的这个Vault是很夸张的 -40多比1的下跌量 也就是开盘就已经出现了一个selling的climax 一个卖出的一个高潮 开盘大量的止损盘或者说卖出盘做空的也好 可能就是压川普撑不过去了 对吧 但我们看到之前几个总统包括巴西英国总统 领导人最高领导人感染之后 确诊之后也都回来了 对吧 都没事 巴西英国都没事 反而我们看到这边英国的当时Boris Johnson 他的Approval rating在他确诊之后反而是不断的上升 直到现在等到回归之后又开始下降了 对吧 感觉人们还是有同理心的 觉得他可能奋战在前线得到了确诊 然后大家可能对他有更多的支持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支持率又下降回来了 还是回归到原来正常的这样的情况 那在大选前 川普会是否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而达到更多的同情票 我们这边也可以大概来看一下 当然我个人是不想讲太多政治的东西 如果说有太偏 偏袒一方的媒体或数据员 这边我觉得大家就不需要参考了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好的数据员 我觉得还是值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538.com 这边有一个How popular is Donald Trump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数字20分钟前更新的 大部分人还是不太支持川普 但好像这个数字是有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点开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点开去看一下 好像是今天没有明显的变化 Approve的是有上升一点点 对吧 有上升一点点 但没有很多 这个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周末的这个 随着事件的发展 周末的一个情况的变化 同时还有Ladies Presidential Pro 这个是National Pro 包括了National Pro 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数据平台 一些综合的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川普的支持率 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好像还是拜登的上来一点点 对吧 拜登上来一点点 可能川普更多人去同情他的工作 但是可能市场或者说大部分人更多还是支持拜登 现在可能成为这个有更高的一个概率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美国总统 那这边同时也看到这有一个Election Bedding Arts 这个是用钱算出来的 这个就是博彩软件 博彩平台上面 这个是用钱的 这不是靠政治的偏袒的 对吧 这个我觉得可能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照性在这里面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拜登在最近四小时是有上升的 最近一天 最近四小时都有上升的 而且这个上升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上来的很快 尤其是在这个总统大这个第一次辩论之后 包括昨天晚上之后 这个我们看稍等一下 网页刚刚是卡了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Next President Biden Trump 那Trump今天是大幅的下降 那Trump下降的很多部分是给了Mike Pence 给了Mike Pence 副总统顶上嘛 对吧 那Trump可能有问题的话 暂时可能有些事情处理不了 那只能交给副总统了 如果张川普一旦有什么万一的话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 毕竟得病了之后就是一个普通人了 对吧 什么总统不总统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康 那Mike Pence就会顶上 那我相信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就是美国这个整个架构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 那不像中国可能这个就 可能会有些麻烦对吧 但是美国这边我觉得还是 就算是有一个人被换掉了 对吧 一样的顶上 大家都是整个大系统的螺丝而已 对吧 也只是有些螺丝可能比较刚硬刚强一点点 对吧 有些螺丝可能没有这么的强势 对吧 另外我们看看这里还有一个 FTX.com 里面有一个Trump 2020的一个数字货币 那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数字货币我们看到在10月2号当时出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时是从40跌到了32 现在又拉回来了 现在拉回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蛮准的 这个我这个前两天我说过 这个我觉得挺喜欢这个的 因为这个我觉得挺准的 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准确预测到现在比较中立的预测到现在市场对川普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胜算的这样的一个迎面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这个确实有影响 但我们看到完全拉回来 完全拉回来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 就是虽然说是有重大的突发的新闻 但是我们看到市场马上消化一下就回来了 认为这个事情不会说是影响大局 不会影响大局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上资金流的回暖 add takes今天早上都蛮强的 现在开始有点点弱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难突破近期的高点 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是拉回到了昨天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下沿的一个位置 目前4小时是破了蓝线又拉回站上蓝线 现在红线附近这里徘徊 那昨天支撑的3350附近的区域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阻力 但目前从整个Vault的add tick包括资金流的总体情况来看 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盘整 最终可能会有一个突破的行为 当然可能不一定是今天了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川普这个消息 让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变得暗淡了 包括飞农 飞农数字虽然一般般 但我们看到市场这边还是比较积极的反应的 认为川普这边可能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 一个做空或者说是by dip的机会 我们看多空都有机会 因为迅速的下去又迅速的拉回来对吧 日途这边没有任何的变化 红线蓝线都站上 而且这边下面的圆弧 tricks才刚刚起来对吧 所以我觉得日途之后 这个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向上走 先慢慢的我倾向于说如果不去近期 如果不破近期低点的话 我们这边会开启一个五浪的上涨去新高 五浪上涨去新高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震荡的 可能是震荡的 所以这个新高不一定会在大选之前发生 很有可能会等到大选之后 但是我们会在这边震荡 那这边将会给更多的个股 给出更多的机会 那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科技股 IPO 甚至SPAC 一些黑马股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当然可能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要加入对冲 像昨天这样子的 我们加入了对冲 那石盘群是加入了TZI 对吧 黑马群的仓位比较小 而且大量现金就没有加 那石盘群仓位比较多加了TZI 那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对吧 至少能够挡一挡 这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 一些回调 那我觉得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路 那我们看外汇的角度来说 日元今天是突破向上 每日凹日向下 这边其实说明啊 外汇方面又开始搞事情了啊 那日元上来的话 谁说市场的风险喜好并不是非常的好 说明市场这里是有风险的 同时我们看到这边 美元啊 今天也是开始走了一个五分钟级别的啊 分时级别的一个圆湖底啊 那感觉这边美元又要上来了啊 美元越上来了 如果美元这边真的是起稳再一次上来的话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啊 那美元的第二波开启 那将会对黄金白银 甚至大盘可能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啊 当然大盘可能最终会 呃无视美元的强势对吧 该怎么走还是会怎么走 但是黄金白银这些不行啊 因为他们是太受这个美元的影响了 所以美元啊 这边一个五分钟级别 十五分钟级别 分时级别的一个站稳 圆湖 如果最终突破的话啊 站上94 相当于是突破了 那这边马上将会回归啊 到之前的一个上涨趋势 从更大的这个日图来看啊 这仅仅是一个圆湖的一个回踩 对吧 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啊 所以我觉得美元这边 其实是有空间向上的啊 美元这边是有空间向上的 而且美联储在大选之前 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动静了 对吧 所以美元这边的趋势 从原来的极限下跌 现在经过一轮 修整之后啊 转势突破第一步回踩 现在可能会开启第二波 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之间 我们给的一个目标啊 对折上去的头肩底目标 95 96这个位置 如果这样子的话 黄金白银还会有一腿 那黄金白银 我们将会在更低的位置 把它接回来 这也是我个人的期望 对吧 那现在黄金白银 反弹挺好的 日图周期 希望它能上去的下来一波 也就可能在下周 最早的话 可能在下周 说不定会有很好的一个 日图的周期底部 触底 然后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结合黄金白银 受美元的负面影响 达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啊 那当然目前来看的话 白银黄金 对吧 仅仅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反抽 来到日图的红线 或者说黄金这边来到日图的 蓝线附近的位置 站上红线 但还是在5061.8这里 蓝线红线这里有受阻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还是下降趋势的一个反弹 对吧 如果能够再往下跌一腿 出现更强的底背离的现象的话 那像这边其实4小时当时出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底背离 对吧 如果再往下来一腿 然后这边出现一个更大的一个底背离 那这边将会是更好的一个大反转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有机会出现更大的反转 而不是说仅仅是一个小的反弹 那我相信白银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到时候我相信白银可能动能会大一点点 当然白银最终如果要涨起来的话 空间也会比黄金要大 因为黄金现在已经是在历史新高已经出来了 今年对吧 那白银这边离历史新高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历史新高是在40多块钱 对吧 现在还在20块钱的 对吧 还有很大的空间向上 所以白银这边我会非常感兴趣 接下来希望在未来的一周 早的话未来一周 晚的话可能需要两三周时间也不一定 到时候我们再看原油 今天早上下来一点点了 周期图 昨天我们也说了 日图周期四小周期下来要小心 这边日图跟四小时图都不太好看 那我也说了原油这边其实是大盘 有这样的一个先行指引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我们看先于大盘下跌 然后先于大盘反弹 然后受阻住先于大盘 感觉有点又先下来的感觉 是否要再测试一下这个低点 包括大盘是否要测试一下最近低点 还是说可能会还有一腿向下 这个可能性依然还有 对吧 那只要原油这边站不住 我觉得大盘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风险 原油先行指标 今天这里显得稍微强一点点 红绿这个这个线 先行指标比原油价格要强一点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边暂时也跌不下去 对吧 所以大盘刚刚我们的担忧 也可以暂时放缓一点点 暂时放缓一点点 总体来看的话 从风险指标 我们看到VVIX今天早上标起来了 但是也没有继续的高开高走 反而是高开低走 但是回到了这一个最近的支撑的支撑群 支撑这条线这个区间的上面 那这是一个要小心的一个信号 要小心的一个信号 包括VIX我们看到有些要小心的信号 但是它并没有高开高走 对吧 然后科技类的VXN这边稍微的上来一点点 没有说像VIX或者VIX这么的夸张 对吧 因为VIXNVXN其实早就已经在这里盘着了 早就已经有风险的这样的感觉了 今天早上反而似乎是什么 应对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预期 然后现在有点点就是微服的上扬而已 仅仅是微服的上扬而已 所以这边从科技这个角度来说 今天早上如果说是最没有风险的一个板块 大板块那就是科技板块了 如果科技板块这边是最没有风险的一个板块的话 我觉得大盘可能也难跌 可能也难跌 当然这个可以随时转变对吧 因为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趋势 这边是VIXN还是在一个站稳的大圆弧 这个圆弧最终要往哪里走呢 你觉得圆弧向下的可能性有没有 有完全有 但有没有可能再来一腿的 然后导致大盘再往下一腿 像苹果等等科技股去之前这个缺口这个位置 再往下走一腿有没有可能呢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包括大盘也有可能再往下走一腿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担忧的一些东西 但是目前来看 暂时这个信号还不太明确 短期内市场还是很多人buy dip 有大量的资金流在选择buy dip的 大量资金流选择buy dip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维持ES的一个long的仓位 是昨天残留下来的 然后到33这里没有破 所以我们也没有止损 继续现在拿着 这边现在目前是有4个的ES账号 这都是学员的账号 都是学员大家相信我们 然后把账号交给我们 然后我帮忙直播操作一下 大家都会看得到有目共睹 有赚钱亏钱 大家应该都能知道 对吧 目前最近可能市场震荡比较厉害一点点 所以也需要更多的耐心 需要更多的耐心 暂时来说只要大的方向不错 那点位节奏可以稍微差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只要大方向不错的话 我们风险控制好了 只做一个合约的话 那这个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觉得 所以目前还是一个longES 然后最好刚刚其实在3350这里能止盈 或者说先出来 然后再等DIP 再败回来也可以 对吧 那昨天包括这两天 其实我们都是在3380 3400附近这里做空的一个思路 但我觉得这边站稳了 我们很有可能会 尝试测试一下这边 当然首先先是要把这个3300 最近几次测试的低点 我们看到是不断在抬高的 那这其实有一个好的地方 对吧 就是川普的消息并没有能够砸出来 29号23号的 29号跟30号的低点 那这边如果这边突破 并站上3350的话 那可能是下周了 那这边我们将会可能进攻 近期的高点 以及3400附近的位置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期 只要资金流不转弱 内部指标没变化 日图没有出现太大的 转折的话 目前我们看到日图要转折的话 那可能有点难 对吧 那这个动能要转下 同时这边这个蜡烛图 可能出现更难看的 bearishing golfing 或者说直接击穿3280 3284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目前还是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还是向上的 还是by dip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by dip完之后 对吧 可能会有更好的做空机会 那暂时来说 我觉得如果市场要大涨的话 对吧 可以找机会做空 但如果市场是dip下来的话 我个人还是一个dip buyer 还是一个dip buyer OK 大家找更好的股票去做多 可能会更好一些 最近我们黑马跟石板区 也加入大量的股票 中长线的一些股票 最近仓位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就是加仓了尼克朗 尼克朗加仓之后 现在已经开始赚钱了 已经25块钱了 加上之后看到这个成本变成21块3 现金开始赚钱了 18个percent 这边中长现在剩下的一些仓位 我可能会稍微处理一下 稍微处理一下 那继续的话 大家在去里面看 或者说上我们的官网 去看这个中长线仓位的一个变化 之前我们买的像max2 BVNT 特斯拉 SQ 这些都已经全部止盈了 其实现在剩下一些比较 留下的一些烂尾仓位 还有对冲 UBXY对冲 还剩下一个吃分红的 这个OXY 还有百事快递 这里肯定要等新闻了 如果没新闻的话 就可能就是一直会赖的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我可能会考虑 有新闻肯定要跑的 没有新闻的话 看等不等的来了 等不来的话 可能就把它先出掉 换成别的东西 如果我们需要现金的话 暂时如果不需要现金的话 先拿着 先拿着 那有机会的话 到时候有大的变动的时候 我再专门做个中长线的一个系列 那今天就大概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那看看大家的问题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收一下 对 还有就是今天早上看看 为什么美国领导层接年龄都这么大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看看抖音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美国的下一代年轻人感觉都不太行 有点堪忧的感觉 所以美国肯定是要走向没落的 肯定要走向没落的 因为下一代我感觉美国不太注重教育 虽然美国有非常好的资源 但是下一代年轻人太自由了 我觉得自由散漫了 所以感觉现在美国老的一代还是很强的 是吧 但是年轻的一代 我觉得有点有点堪忧 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观察的一个不全面的一个现象 然后我们看今天早上的数字 今天其实这周的一些数字都还不错 美国今天这个非农报告还是不错的 南方Private Payroll好一点点 南方Payroll是比预期差一点点 前置好像也有下调对吧 好像这个数字是第一次下来1Million 但是还是有就业增长对吧 那就好对吧 说明经济还是在恢复的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就差不多跟预期差不多 今天早上美元是走强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号 说明市场是喜欢这个报告 喜欢这个报告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市场认为这个经济数字还是可以的 包括这一整周或这一几周 我们看到经济数字都是不断的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可能不一定比预期要好得多的多 可能跟预期持平或者6A比预期好一点 或甚至比预期差一点点 但只要不要太大的出入的话 这个趋势还是保持在恢复增长的 所以美元在经济数字的带动下 还是会有走强的预期 所以要小心黄金白银 对吧我们黄金白银最近开始又有点向下在波动的感觉了 小心了 要小心了 最近是反弹上来之后 对吧 感觉有点这个还是有很强的阻力 在黄金的话 好像是1900这里白银的话 这里是在2425甚至到26这里大量的阻力在这个位置 这些要小心 原油今天是下来一点点 原下比特币也下来不少 比特币昨天也是有突发的新闻 有一个交易所的CTO还是CFO高管被美国给这个逮捕了 因为他们好像是什么烦这个洗钱对吧 黑钱洗钱 那如果是涉及到这种问题的话 那肯定是美国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对吧 但是也不排除 接下来数字货币有更多的监管 这是一个好事 之前我们也做过关于数字货币相关的公开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想了解数字货币的话 我觉得我的数字货币的之前做一些公开课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 在这里数字货币相关的公开课之前做过 我说过如果说国家队要入场的话是吧 国家队跟机构入场的话 那普通的投资者在币市的生存方法论是怎么样 其实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类比的 类比当时这个00年跟08年的时候啊 当时美股的这个机构玩家是非常少的都是散户 等到国家队机构进场之后整个市场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啊 尤其是机构国家队进场之后是吧 我们看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洗盘 但是呢洗完之后还是会稳定的向上 所以我觉得对币市的这个长远来说是个好事 如果更多的监管 美国SEC更多的介入的话 那对普通投资来说其实更长远是一种保护 对吧 当然短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机会啊 所以比特币这边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抄底的机会啊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公开课数字货币相关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数字货币的Blockchain gain数字货币精英群 大家感谢的话可以联系小二加入 只要是学员都可以加入 目前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费用啊 只要你是学员都可以加入的 那以后的话可能我们会专门把它单独出来也可能对吧 因为随着数字货币慢慢的不断的普及更多人去关注的话 那可能我们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里面跟大家更新分享了啊 到时候可能会有改变 那暂时来说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的单独出来啊 或者说单独开来开一个学员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没有啊 work slack 这只我觉得一般般啊 估值已经是我难去理解的一只股票了 另外我可能更喜欢这个pd啊 这只我可能比较喜欢 然后还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科技成长类的股票跟疫情相关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石盘区里面的选股好几只我觉得都是呃我是优质选出来的 而且最近表现都有不错的啊 而且相对于市场也很强的 市场强的时候他更强对吧 市场弱的时候他基本上也不跌啊 像这些股票我觉得还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一点的 那其他的股票的话 我觉得就呃大家还是可以提出来对吧 但如果说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看法的话大家自己小心一点啊 work 不错 呃最近这只也是提醒大家要抄底的 然后跟他同类的F122 FVR稍微小一点点的营收 但是呢 现在市值也是马上追上来对吧 市值也是翻的很快 因为他成长性 包括他的市场的这个空间啊更大一些 你看他这个是从20块钱涨到150块钱对吧 那同类的upwork 他营收大一点点提量更大一点 但他只是从5块钱涨到了19块钱 这也是属于疫情股对吧 一些属于疫情相关的股票 自由职业者吧 对吧 自己职业的家里可以上班 在家里可以接些散活灵活的对吧 upwork 还有这个F122 这两只都是非常喜欢的成长类型的股票 而且估值都比较合理的 当然我更喜欢 呃这个upwork估值现在还是非常非常低估的啊 F122现在估值已经高起来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涨很多了啊 今年已经6倍7倍了 不像upwork可能才3倍对吧 还有空间往上呃 但这个fever 他的原来市值是比这个upwork要小的啊 现在好像市值是追上来了 我看一下啊 因为他涨了六七倍 但是他从这个体量来说 营收啊 是没有这个upwork大的 但是他的赚钱能力好像是比upwork要强啊 成长性是比upwork要强 呃fever的这个是5.5个billion的市值啊 upwork的话现在是2.25个billion 所以我觉得如果 fever的这个估值是合理的 upwork的估值 应该至少再翻一翻 对吧 至少再翻一翻啊 就算upwork没有这么强的成长性 但也可以往的这个目标去走啊 所以这边这个ifpo的前高 这些位置应该都是很容易被击穿的位置 我觉得啊 那最近还有一些异动的一些股票 昨天也讲了一些 对吧 这个farfetch也是很强的异动 包括拜拜beyond 这里也是有很强的异动 这个是昨天财报对吧 大哥太猛了啊 这些其实也是疫情相关相类型的股票 大家家里时间待的多了 对吧 可能就会买更多家庭的 呃用品 对吧 装饰家里或怎么样的 像这些股票啊 我们看到都是有很大的骚动异动啊 很强势很强势啊 然后还有昨天有提到另外一支股票 是什么来的 我看看我在群里面发的 你顺便讲一下吧 呃有些时候这个有些地方 有些东西我是发在群里面的啊 那直播当中我尽量也会讲 然后还有一支是 对 拜拜 比方还有一支farfetch 然后讲了farfetch 讲了这支 farfetch 然后也是疫情相关的股票 然后BBBY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upwork 也是有很大的骚动 最近啊 所以这些都是动能类型的股票啊 而且 呃farfetch 跟BBBY更多属于这种逼空动能的 他不是说这种所谓的成长型的动能啊 更多是逼空类型的动能的啊 好 那今天先分享这么多啊 一会呢 我们这个有问题的话 大有问题的话 我再留下来继续我们再探讨一下 我先把这个视频暂停录播 简单的一个录播视频 大家可以去循环去回看的方便更多人 然后呢我们继续再留下来 在Zoom里面继续的跟大家互动啊 我这边看到还有几个后续的问题 我一起再解答一下 那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 也是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假日 Stay safe Stay healthy OK Until next time Chill Green and stay proud 拜拜